車主打開車門 欲哭無淚 腳踏電區積水成了小水坑 來不及一車 民眾只能眼睜睜看著愛車泡水 整輛車恐怕就要報廢 一早跟這名車主一樣 要叫拖吊車來處理的大有人在 出去的時候泡毛 你昨天想硬開出去 對 四點的時候 趁著雨勢變小 民眾趕緊整理愛車 先是拿著抹布來回擦了好幾遍 還是擰出一大拔水 水退去後 整台車都是泥泞 車輪和保險桿上卡著泥巴枯枝 一旁機車更是倒成一片 士林三角都體外停車場和百林橋下 超過上百部車輛成了泡水車 昨天里長廣播的時候 都已經沒辦法了 市政府都不知道幹什麼 市政府又沒人管 你說柯皮 檢視北市府強調的事先通知下午三點三十七分 通知媒體啟動水門關閉作業 距離四點只剩二十三分鐘 四點四十一分 透過北市府官方的LINE發訊息 才說四點關水門 但有加LINE的人才能收到 況且時間已經過了 而里長也是四點才開始廣播 這個要賠償要誰叫誰賠償 孫天生氣這個事通知太慢了 每個公民都對自己行為負責 我們要政府要進到東西的責任 至於要不要移車你還是要負責 雨淡狂襲民眾確實需要更多警覺 但柯文哲引以為傲的SOP 卻是時間差很大 車主爆氣卻也求償無門 三十零開之後 台北怎麼导 16號下午四點四十一分 車主們陸續收到簡訊 北市府通知基隆河 大旱西等沿岸 出扇門 水門關閉 但是這通知卻整整晚了四十一分鐘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水門要關的 我不知道好像沒講 車主氣炸 水門都關了 北市府才通知大家移車 整整四十一分鐘時間落差 大內閣 造成上百輛泡水車災情慘重 官員招質疑沒作為 賴官方帳號出包不是第一次 九月份梅花颱風來時 開放紅黃線移車訊息遭罵爆後 再被質疑出問題 偏偏北市府還有編列預算維護 當時里長只好趕快用廣播器 來宣布告訴民眾 趕快去把你的車子移台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很多的車子都已經泡在水裡 我們官方賴的部分 每年花了上百萬的預算 在做維護 在緊急的時候 居然就當掉了 柯文哲引以為傲的官方賴 在這時候出包是系統問題 還是人為疏失 因為北市府下午三點發布強化三級 由消防局長作證災防中心 仔細盤點週日雨量下午兩點半到三點半 雨量就超過四十毫米 連續三小時高達一百三十五毫米以上 市府官員透露 這標準早該一級開設了 官員會不會太輕忽了 北市的食雨量已經呈現黃色的狀態 而根據三個小時 累積超過一百三十五毫米 北市就應該要開設一級的防災指揮中心 但是北市只開三級強化 面對災情市府的SOP反映IP失靈 通報簡訊延遲 釀成人民災選嚴重 身為北市父母官 柯文哲難道不該面對嗎 三十七五 李維廷 陳雁豪 台北衝突